嗨嗨,大家好,這裡是星期日拯救計畫,我是二日 那麼,因為2017年已經快要消失不見了嘛 相信大家應該都是從8月啊、9月啊就開始進行一連串的 緊鑼密鼓的找尋明年首帳的計畫吧 那麼在這個真的可以說是百家正名,然後這個很戰亂的時代 每次呢,一旦我覺得說,啊,下地決心了就是你了 但是呢,又在IG上面又看到誰的分享啊,又幹嘛的 就會立刻倒戈有沒有 這個症狀應該不是只有我有吧 於是呢,就這樣三星二役的水性洋花的在這個水中漂流啊,漂啊漂的呢 到最後呢,就是呈現了今天的這些定案啦 那麼就要來跟大家稍微的分享一下 好,那我們趕快開始囉 好的,那麼就先來說一下桌粒好了 我去年呢,啊,就是今年啦 我今年2017年呢,用的桌粒是這個金井杏的 因為我很喜歡這個日本的插畫家 然後它又是這個凸凸的印刷的方式 所以呢,今年是這個 那我原本其實呢,是還想買一模一樣的 就是2018年的,可是呢 啊,俗話說的,路上總是會出現很多陳咬金 就是突然我又在LOFT呢,看到了這個 就是,呃,Chuck Boy的出了這個小桌粒 然後我就覺得說,欸這個 大家,你看看這個多可愛啊 我勢必要拆開來給大家一起分享一下這傢伙 打開呢,裡面就是有一個這個小木頭 然後還有這個一頁一頁的桌粒 那我覺得這個設計挺好的 就是今年就算結束了 你還是可以把它當成明信片一樣的收藏 我這一定要靠近讓大家仔細喬意 喬越它是活版印刷喔 所以就是,你知道它這個紋理啊 鏡頭上面可能看不出來 可是它這紋理都摸得到呢 就是一個,你知道我對於這種可以摸得到的東西 是真的很喜歡 就會你知道可以一直這樣子摸摸摸 摸不膩呀我 欸這個山的超喜歡,二月 你看二月是這個山的多可愛啊 欸超好摸,不是開玩笑的 這次的主題呢,我覺得它就是比較 嗯,Outgoing 的感覺 嘿嘿,到什麼英文啊 就是比較戶外活動的概念 所以就可以看到都是這種 哇,這個玫背,這個腿有沒有 它這個比星空耶 宇宙空表示開心 然後八月哇,比基尼耶 爆紋的比基尼 哇,十月喜歡 十月這路好威風啊 啊,我自從這次去奈良賞了路之後呢 我現在真的覺得 路在我心目中呢 好像有比北極熊的排名再更高一點喔 又有看到這個路本人 欸這個顏色,大家不得不說這個顏色 這個,你看這個淡的,深的 然後配著這個,又不會太花翹什麼的 我覺得這顏色真的好看耶 好,Chocoboy 2018年桌麗啟用大典 好可愛喔,我老天爺啊 你知道它這個,有一點水風 會有像搖曳的這個感覺 你知道,然後這個一手掌握的這個感覺 完全會有一種,就是好像2018年 每一天都會非常美好的這種假象啊 好的,那麼桌麗講完之後 就要來講日曆啦 我今年呢,獲得了兩種日曆 不同的,這是日本的 這是台灣自己的出的 一種台日友好的概念 好的,那這本日曆呢 之前在IG上面呢 就時常看到分享啊 非常燒有沒有,對於宇宙控來說 對,那它就是 日本很有名的牌子 歷生活出的 對,你看看這個光這個封面 就值得回味啊 好的,它本人呢 已經非常赤裸的躺在我手裡了 我們要翻開來囉 open it 欸,大家 它的這個紙質啊 是那種,該怎麼說呢 它這個一定有一個什麼專有的 專業的名詞 是不是什麼八川紙 還是什麼紙 就是那種好像很適合蓋 碰碰碰蓋印這樣的那個紙 對,可是我實在是不太知道 可是這個紙質就非常特別耶 我近一點好 大家有看到嗎 它這個,它下面這裡被吃掉了耶 然後有這樣星星這樣劃過來耶 我老天爺啊 喔,它應該是說 這一天可能會有那個流星群 所以,有星星這樣劃過來的 然後這一天沒事情 喔,然後什麼星座啊 什麼都不在上面 這天沒事情 喔喔,欸它有在變化 登登登登登登 下全約的那個概念 嘿嘿 喔,啊星月 欸,非常美耶大家 太美了,這月裡 然後,我覺得這樣每一天 在私下的時候 都會非常期待到底之後 這一天會發生什麼事情 喔,宇宙人出現了 宇宙小文來了 對,xd 欸這一定是什麼為人 一定是什麼了不起的加國 你看看它 include,在唸什麼文啊 對,應該是日文吧 我生日 我生日會是 好事嗎 其它可能還會有個特別的 來瞧瞧 好事 好事的一天 好啦剛剛那本日曆呢 它是日本出的嘛 那其實我們台灣本人呢 自己呢也有出這種 可以思思樂的這種日曆 那它是一個 設計跟企劃的一個 非常強的一個團隊 然後它們出的 它們呢 這是第二次出的 第一次呢 是2017年的時候 那那時候呢 我沒有跟到 這次呢 就有妥妥的跟上啦 對 從這個外包盒呢 就可以感覺到 這個東西很不一般吧 那上面呢 就有附一個 它們自己本身的 這個叫五金行日曆 本身的一些 創作啊 還有一些設計的概念 所以其實呢 它們就是還蠻希望的啊 可以再記得這個 你知道私日子啊 跟祭祝日子啊 跟祭祝節慶啊 這些東西 對我們生活當中來說的 一個小重要性 那我們就來趕快來 Open Up 說到這個 大家可以看看 這個 這是預購的時候的特點 預購特點 怎麼可以不預購呢 嘿嘿嘿 當立刻就有 你知道我推牌說 跟 然後 哦 預購特點非常美 大家自己瞧瞧 大家看看 它就是從2018年的 1月1號 一直可以這樣子 這樣子嚕嚕嚕嚕嚕嚕的 過一天日子呢 你就把它這樣塗掉 這樣你知道嗎 代表每一天 我們都要好好的面對 每一天都要好好的 珍惜的過 應該是這樣 嘿嘿 好 拆開它的束縛之後呢 它現在也一樣是 本人赤爐的糖 在我手裡啦 比較起來的話 這兩本大小 好像差不多耶 大家瞧瞧 你看 這個稍微小一點 然後厚度上面也差不多 所以是這個大小是差不多的 使用說明呢 就是 它有日期 然後它有 哦 它模糊呢 就代表是放假日耶 哈哈 然後它也有 這邊有小東西 還有寫日出日落 然後 月相也有 然後農曆 農藝也有 對 然後 第一個 它如果是有什麼 節日啊 或是什麼 節季的話 它就會給你用一個 這個 他們自己設計的 象徵的 這個圖 這樣子 像這個就是 父親節 超有趣的耶 感覺到有趣 然後 它有跟大家解釋 這個使用說明 就滿月啊 什麼的 超適合我這個 日式前跑的傢伙耶 然後 2018年 它有一個 那個整體的月曆 就1月這樣 這個 不得不跟他說 大家看一下 這個印刷的 這個感覺 它這真的是 非常美的耶 然後 哦 你看大家看 1月1號 它是假日嘛 所以你看它這邊 就不咕 不咕欸 然後就是 因為它是個 這個 節日 所以它就是有 設計的這個 3月就是那個 口香糖的綠 哦 你看 然後如果放假 哈哈 放假都是 噗噗耶 這麼大的噗噗 呵呵呵 欸 就醋鼻啊 捏 就醋鼻 哇 欸大家 5月是那個 這個是什麼啊 有點類似像 金色啊 玫瑰金啊 這質 欸這質感 不是台灣玩笑 大家 不開玩笑 哦 嘿嘿 8月鬼門開 就是一個貓頭鷹吧 感覺從鬼門 飛出來的 一隻貓頭鷹 8月 就是 我覺得它完全 結合了 就是 台灣自己本身的 就是那種 農曆的事情啊 然後 節日啊 節慶啊 再包括 呃還有一些 像是 呃它有說 有什麼 像是什麼 呃 彩虹節啊 或是什麼 世界的那個 人權日啊 你看像這個 黑色星期五 就是比較 國外的概念嘛 你看畫一個這個 欸完全 中西合併耶 中西合併 然後 然後吃透透的 一個 一個月曆耶 欸秋風好美喔 大家看一下這個秋風 這個 它都弄一些 比較 幾何意象的東西 然後來帶出 一些節日的意義 欸 大家 921 921大D正 也有一個 這樣被這樣子 紀錄耶 喔 欸有做到這件事情的 可能 這世界上就是只有 這個 這一本的耶 世界閱讀日 好久沒閱讀了喔 感覺再不閱讀 就要被孔子討厭了 世界狗狗日 你知道嗎 就是一個狗的 International Dog Day 喔 欸超可愛耶 天哪 超可愛 我的手指必須要這樣 舞動 才能代表我現在 內心的這個 鼓動跟歡愉耶 而這一本呢 除了可以從網路上面 來得到它之外 呃 如果覺得不錯的話呢 可以去找找 你看這Doremi 發Doremi 動的這個旁邊 欸 我真心覺得 非常值得 這樣子給他講 超級 然後他又看到 我這個手指 這個用力的 推的程度嘛 這一本呢 就是講宇宙嘛 然後月球啊 星座啊 它的這個歷史啊 知識 再結合這一本 就是有台灣啊 世界啊 的知識 欸 我用了這兩本之後 我突然覺得 我好像 真的是2018年 會變成全世界 最聰明的人之一耶 好啦 最後呢 就是要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2018年 會使用到的手帳門 那其實之前 我看我的影片的話 就會知道 我的手帳呢 基本上就是 會被我弄成一個 像是 土都立斯的概念的 一個那種 工作記事啊 還是什麼的 那今年呢 我選擇的手帳本呢 啊 我又不小心 對Chocbo 以甘拜 嚇瘋了我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又不小心 入手了一本 這個 比較意外的 呃 收穫 對 其實原本 我 並沒有打算 要買這個的 可是你知道 看到了 就怎麼能放過呢 對 那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 呃 手寫 然後我就覺得 呃 白色的也很好看啊 你看這個 比較多 配這個穿搭啊 有沒有 然後再來 哦 每個月的那個 土都立斯 欸 你看他用這個 有點像是 鋼筆啊 什麼的 這個感覺 畫下來 啊 我跟你說 會寫字 人就是不一樣 然後再來 呃 大家可以看到 這本這麼薄嗎 就代表說 他一定就是 呃 走這個星式的 就是每月星式 欸 12月耶 原來是12月開始的耶 我錄這個影片 寫12月的2號 我可以開始寫 我老天爺啊 就是一種 你知道 突然之間 起貨什麼 什麼的感覺 因為一直都很想用 這些東西 可能都還沒辦法用嘛 對 那就是 呃 每一個月份呢 他都有 你知道就有畫一個 這個 扛棒啊 給大家看 就是我怎麼樣 都沒有辦法學會 這個英文 那咻咻咻咻 連連看啊 這個東西 對 非常 每一個月都很期待 這邊的這個小扛棒 或者是什麼耶 然後它是到 2019年的音樂 然後 呃 喂 大家 後面這個 呃 它是一些紀念日 就如果你有什麼 欸 啊 這是剛剛那個月 剛剛我的那個桌例的嘛 後面就有 呃 記錄一些它的很多插畫 對 然後還有一些 呃 它有寫一些 文字的一些 呃 它自己的一些那個 字體的一些紀錄耶 欸 好像可以 偷偷模仿它這個 然後寫在那個手帳本上面耶 這樣我的那個手帳本 就不會每一次都是 你知道 每一次主題都是一秒搞砸 我的手帳 欸 大家啊 這本是不是買直了 是不是 是不是買對了 我的天啊 我剛剛腦中突然那個 想起那個 那個什麼 呃 那個感恩節 那個什麼鈴聲之類的耶 我老天爺啊 這個太可 你看這個月亮 大家 嘿嘿 這個月亮 我跡上超光妙的耶 然後這一 欸 這一夜超美的耶 哦 然後這個最後面 就是有一個那個 就是如果你這個手帳本 如果掉的的話 然後你知道 通常就是一個 豔遇的開始 這後面好好填寫的話 目前呢 我現在 對這個意外之客的安排呢 是我覺得 呃 在這上面我要記錄一些 就是可能 呃 一些比較 呃 出去玩的行程 對 就是那種 去市集跑跳啊 然後去公園啊 什麼的 就是一些比較 呃 開心跟愉快的行程 會記錄在這個月記室上面 好的 最後的最後呢 這一本呢 才是我今年呢 就是打定族意 一定要買的 就是這一本 呃 手帳 本2018年的手帳 欸 它超級反光的耶 嘿嘿嘿 所以大家好像可以看到 哦 大家現在畫面看到 就是它這 我上面就是一個柱子 就是我弄一個柱子 然後連著我手機的 這個拍照的畫面耶 毅然無遺 嘿嘿嘿 好 我趕快來把它拆開來 好的 那麼我明年的手帳 一樣也是呈現一個 台日友好的一個狀態 呃 這一本是台灣的 叫做五花言 對 五花言的一個團隊 它本身呢 其實是出版一些 他們自己去田野調查 然後 呃 一些記錄的一個雜誌 算是一個出版的一個單位 對 一個團隊 可能年輕一代的 比較忘記的事情呢 然後他們去把它 呃 再重新的 以他們的一個很有趣 但是又很有意義的方式 重新記錄出來 我是真的覺得 十分佩服著這個團隊 對 那 呃 他已經做這種手帳本啊 大概已經做了 好像 呃 四五年了吧 每一年呢 都會有非常多的 這種很死忠的粉絲呢 在等待他們 他有總共出了五款嘛 那我買到這一款呢 是英文款的 我的英文呢 完全的 沒那麼好 對 就是因為 大家知道我剛剛有講嗎 我從那個奈良回來之後呢 現在被錄的那個喜好呢 就有點這樣咻一下的 就往上飆升了 那時候看到這一本的時候呢 就覺得 我的老天爺啊 這也太符合我喜好了吧 然後 呃 其實這一本到的時候呢 我覺得它有比我想像中小耶 大家可以感覺一下 它比一般的A5的那種 手帳本再小一點 對 那它你看 它有一個那個 巴掌大美人的概念 對 然後 本身的印刷 十分的美 大家 我一定要這麼的靠近你們 才能讓你們看到 它這個印刷方式 好像是那種一個 也像那種以前的那種 活版印刷的方式 然後印的 所以你看它這個有點 你知道就是有點 要塗滿 沒塗滿的這種感覺 你知道我也很吃這個 大家看看這裡 這個下面 這個梅花若 這個 欸我真的是超級像這樣 這樣子在順路毛的這個感覺耶 對你看它這個梅花若 這個畫得多好啊 那其實當初我在選款的時候呢 真的是超級有選色障礙的 因為其他還有水牛款的 然後還有芭蕉葉什麼的 全部都是非常代表 台灣象徵的東西 我真的覺得 台灣自己有團隊 然後在做這種 大家每一天都會用到 跟大家其實都很重視的 這種手帳的東西 我是真的覺得 台灣的品牌也真的非常棒 跟大家說一下 因為它這個不只就是 大小我覺得蠻適中的 好歹它非常輕喔 感覺我可以用這個小拇指 就可以把它這樣子 你知道頂起來 我用小拇指帶頂喔 對 它真的非常輕薄耶 非常適合放在大家的 那個後背包裡 或是書包裡面 這個是它這次 就是想要購買的話 它就會附贈一張這個 原住民祭頂的貼紙 然後就什麼豐年記啊 什麼的季節的貼紙 然後下面當然有一些 很可愛的插畫 好的那麼我一樣要open囉 看看他們的這個標題 記入或記籌 總要記下這三層肉 在煙霄與鹽水中 擠壓成培根的故事 有沒有大家可以感覺到 他們這個文字的魅力吧 就是感覺好像很認真 很嚴肅的在講什麼東西 可是又用一點 威脅幽默的方式 他們家好像一直都走這個路線的 然後就開始這個 月記式的部分了 前面的月曆表的部分 然後他們家特色 就是好像都是會這樣 你這邊只要留著這個 就他們那個不會直接這樣 全部給你畫的格子這樣 他們就是會自己 也有弄一個這個小索引線 你要是要畫的話 你可以自己畫成你想要的那個形狀 對 粗細 欸好險這不是寫 不是寫英文耶 好險這什麼除夕春節啊什麼的 我都還看得懂 倒是下面這就是英文版了啦 我在想呢英文版呢 因為英文版比一般的普通版 貴了一百塊 我來想這應該就是翻譯費了吧 就是每一次的那個英文版 都有比較貴這樣 然後前面的月記式就是這樣子 跟大家說一下 這個紙質的部分啊 這個紙啊 它不是那種一般那種 很死白的那種喔 它有點像那個 米兜裏那種米黃米黃的 所以看著呢就蘇星 然後它感覺好像 你都是可以這樣子攤平的耶 好那麼再來它就是進到那個 手杖本就是 一周給你一周這個頁面 然後旁邊呢再給你一頁空白頁 可以讓你自己 我想說你這一周要記什麼 有沒有什麼一些 主度啊 或是一些該做的事情啊 要完成的事情啊 目標啊 理想啊 報復啊 什麼的都可以寫在旁邊這一頁 我覺得版面看起來是非常的舒服的 不知道大家覺得怎麼樣 本來它真的算是一周兩頁 我們來看看最後面 暗藏了什麼玄機 最後面 喔沒有玄機 哈哈 最後面就是 現在大家畫面看到 它就是一般的那種小隔線 我們知道英文版這樣 哎 就是它應該是一些 重要人物啊 或是一些重要的事情 拿著一些紀錄這樣 哎 對 我們就 假裝自己都看得懂好了 好的 然後這本手杖呢 我應該就是因為它很輕薄嘛 我應該是會讓它在我家跟公司呢 往返跑的概念 就是會記錄公事 也會記錄一些生活 跟著它呢 一起過好日子囉 好的 那麼我的2018年呢 就要在這個 滿滿被這個幸福圍繞之下的 這些手杖啊 月曆啊 朱莉啊 之下的 可能就要這樣展開了 希望大家呢 也都有好好的選好 自己喜歡的 心仪的這些小東西們 然後就是 過日子嘛 總是不可能每天都開開心心的啊 一定會遇到一些 覺得過不去的 然後一定會遇到一些 真的覺得很難過的 覺得怎麼樣都沒辦法解決的事情 那麼這時候呢 我覺得這些東西呢 真的或多或少 都會帶給我們大家自己一些力量 那麼呢 我是真的非常的相信 就是相信就是力量的這一件事情 所以呢 就讓我們一起來相信 2018年 會比2017年好很多很多 然後2018年的每一天呢 我們都會既扎實又努力的一起過 欸這最後的ending 好像會不會 有點突然之間來得太立志啦 可是這大概就是我對我 2018年的期許 那請大家不要忘記 一定要去IG上面 追蹤一下我們拯救計畫喔 謝謝大家 新的一年再見囉